在中国和格鲁吉亚建交20年之际 格鲁吉亚公共电视台播放了专题片 《了不起的中国》 节目的主创人员布鲁·阿什维利 在中国拍摄期间 用照片记录下他眼中的中国 日前这些照片在格鲁吉亚国家展览馆展出 这部名为《了不起的中国》的记录片导演 布鲁·阿什维利 在紧张的拍摄期间 走遍中国南北 利用自己的相机 记录下大城市的风采 小镇乡村的风貌 以及汶川镇后重建的新面貌 很多没到过中国的观众 兴致勃勃地观赏着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活 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陈建福是这次展出的主要推动者 他一直致力于中鲁两国间的文化交往 通过这次展览呢 给他们开启一个切入点 也就是他们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 增加对中国的兴趣和认识 然后再进一步的更深刻的了解中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